然後他就跟他的親人講說 你幫我去保險箱 把我的東西拿來給這個男的 可是當下他的親人 越聽覺得不對勁 他說你給他 那不是 整碗都撞掉了嗎 現金也拿去 公司也拿去 很怪 因為那時候後來公司 這個男的要求 把那個名字都換成他的名字 就是把名字也過給他了 太誇張了吧 對...可是他的... 他非常的... 你不覺得堂而皇之 而且理由非常的充分 因為我要幫你管理 我們將來我們要當夫妻了 你怎麼會對我咬房心 你這個樣子我都不嫌了 我都要娶你了 對不對 可是當時他的家人 就踩了這個煞車說 其實這樣不帶對勁 公司你已經過戶給他了 現在他又要把你的錢拿去 印件都拿去 這樣不OK吧 所以當天 當這個男的過來醫院的時候 是要準備拿印章 跟唇管布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好像沒關係 那你如果要錢的話 還是...我還是看一下 不得了這個男的 當場露出猙獰的面孔 在醫院內 把他毒打一頓 穿著也都是有品味的那一種 對 因為像我們後來 就會想要 可能有時候我們社群網站上面 不是有些穿搭照嗎 所以他們都很會穿搭衣服 然後蝎字什麼都會穿搭這樣子 是 然後可能就會講一些 比較甜言蜜語的話 那有哪些 就可能例如說什麼 你是我馬英九 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你是我的馬英九 You are my angel 就類似 他那個不是... 什麼罐頭吸起來是什麼 就瘋了 很爛 可是就會被你合理 這句有點爛 我不行耶 這句有點爛 這句有點爛 然後你應該是外貿協會 對 你應該是他外貿OK啦 就光你是我的馬英九 就有打動到你 沒有 你的綽號是不是叫叫叫 什麼意思 你的綽號是不是叫叫叫 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想睡叫叫 好爛 我想睡 是 他想睡 現在年輕人的梗 不是 因為我就是 笑點很低 然後我很容易被 這邊兩位姐姐沒有被打動 但是鏡頭後面 也一位姐姐有被打動 那一天在家的時候 他就突然拿出一個禮物送我 因為他跟我說 他會設計珠寶 然後也會 就是他都說 他設計那雙眼睛 所以他說設計珠寶 我也相信 送了我一顆 那應該也算是鑽戒吧 就是有設計過的 戒指 然後但是我到現在 我後來分開了 就是後來發生了 一大段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後來就飛到國外了 有一天 我們就都沒聯絡 然後就發現出事了 他在新聞上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錢 那些跑車 原來是 當初他安排給我的那個司機 那是老闆 然後他說 那些跑車是他跟他簽合約 就是他們直接簽一份合約 就是一年我租你 比如說十五台跑車 你要給我多少錢 所以那些跑車 都不是真正屬於他名下的 是他去用租的 然後那個房子 也不是他名下 也不是他買的 也是他租的 可能一個月幾十萬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 可能這種那間車行事吧 因為他們有在做租賃跑車 對 然後後來他就被爆說 他其實是在做資金盤詐騙的 只是我就以為 他是這麼有錢的人 Michael露出了 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對 是嗎 他的笑容 你覺得是尷尬又不失禮貌 他很尷尬 他才很尷尬 等一下 我不想聽 你會想知道價錢嗎 好啊 可以 來 蘿拉 妳要喊出來 請見價 來 好 我們 Michael 我先下這個音樂 Michael 那不可能 如果這是真的 多少錢 如果它是真的的話 這個如果是真的的話 差不多要六十幾萬 六十幾萬 因為咖數不是很大 是 但是橙色很美 橙色還算不錯 橙色還算不錯 最少有六十幾萬 我好緊張喔 就 直說請見價 六十萬 真的 一生當中 你就是很需要感情的滋潤 然後你也很怕寂寞 例如說一個人吃飯 特別沒有味道 兩個人吃飯 特別有感覺 真的 一定要這種的 所以這種就容易 那個陷入情亡 就不甘寂寞型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 另外一段的感情 可能分手了 分手之後 接下來的那一段 不會等太久 因為你不太 讓自己有這種空窗期